朋友们好,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梁小生的短篇小说《母妻》玩解篇 八岁的儿子,有着比我在十五岁时数量多得多的书,卡通连环画册,看图十字,幼儿英语,智力训练,什么什么的 七的工资并不高,甚至可以说是低收入阶层,却很相信智力投资一类的宣传 如是等样的书,七也看,儿子也看,因为七得对儿子进行启蒙式教育,倘我在写作照例需要相对的安静 则必须将全部的书摊在床上或地下移类儿子的坐鉴,以摆脱他片刻的纠缠 结果更值得同情的不是我,而是那些书 触目皆是儿子的书,将儿子的爸爸的读物从随手可取排挤到无可置处 我觉得废废不平,看着心乱,既要将自己的书进行兼蔽清野,又要对儿子的书采取三光政策 定期对儿子那些被他作鉴得很惨的书加以扫荡,毫不灵犀 这时候,母亲每每给了我剁住家眉,站在眉口望我将那些书扔到哪去了 随后捡回,如是贫贫,而我却不知觉 一天,我跨入家眉,又见满床满桌全是幼儿读物的杂乱情形 正在摆布的却不是儿子,而是母亲 降乎,剪刀,紫条,一应俱全,母亲正在沾那些书 那些曾被儿子作鉴得很惨,被我扔掉过的书 母亲围堵我心烦,慌忙地立刻就要收起来 我拿起一册翻看,母亲沾得那么细致 我说,妈,别沾了,沾得再好,凉爽也是不看的 这些书早对她失去了吸引力了 母亲说,我寻思着,扔了怪可惜的 要不让我都沾好,送给别人家的孩子吧 我说,破旧的,怎么送得出手,没谁要的 妈,你瞧,你也不是按着燕马沾的 隔三差五,你再瞧这几页,沾到了啊 母亲说,哎,我这眼啊,要不寄给你弟弟妹妹的孩子 或者托蕊烧给他们 我说,千里迢迢给他们的孩子寄回去 一些破旧的画册 他们心里不怎么想,弟媳和妹夫还不取笑我呀 母亲说,那我真是白沾了,就非扔了不可吗 沾好保存起来,再过几年,梁爽长大了 再给她看,兴许,她又好像没看过一样 我说,也可能吧,妈,你愿沾就沾吧 沾成什么样没关系,我不心烦 于是我和母亲一块沾着 我想象我这样的一个儿子 是没有任何资格嘲弄或调侃群愧在我的母亲身上造成的身痕的 在如今的消费心理和消费方式的对比之下 这一点并不太使我这个儿子感到可笑 却使我感到他在现实中的格格不入的投影 是那么凄凉而又咄咄逼人 我必庄重 对于我的母亲所做的这一切似乎没有意义的事情 我必庄重 我认为那是母亲的一种权利 一种特权 我必须服从,必须虔诚 我不能连母亲这一点点权利都缺乏理解的剥夺了 我知道床下,跪下,还藏着一些饮料桶 饼干盒,杂七杂八的 好看的一些小瓶子什么的 对于十三平方米的居室 它没完全是多余之物,毫无用处 我装作不知 是的,我必庄重 她没什么值得嘲弄和调侃的 倘若发自我,是我的丑陋 尽管我也不得不定期加以清除 但绝不当着母亲的面 并且不忍彻底 总要给母亲留下些她也许很看重的东西 一天,我嘱咐小阿姨秀华带着母亲到厂内的浴室洗澡 母亲被烫伤了,是两个邻居嫁回来的 我为邻居,秀华呢? 她说,她仍在洗澡 我从没有对小阿姨表情严厉地说过话 但那一天,我生气了 待她高高兴兴地踏进加眉之后 我板着脸喂她 奶奶躺伤了,你知不知道呀? 知道呀,知道你还继续洗 我以为不严重 你以为,你以为的 那么你当时都没有走到奶奶身边去看看 我怎么嘱咐你的 母亲见我吼了起来,脸说 不严重,是不严重 你别埋怨她了 半个多月内,母亲默默忍受着伤痛 没有说过一句抱怨话 母亲又失去了假牙 一天,母亲取下假牙 泡在漱口杯里 被粗心大意的小阿姨点水泼掉了 母亲没法吃东西了 每对只能喝粥 我正要带母亲去配牙的那一天 妹妹拍来了电报 我看过之后,死了 母亲问,什么事? 我说,没什么事 没什么事哪会拍电报呀 母亲再三追问下 尽管我不愿意说 但最终不得不告诉母亲 常住在京水病院的大哥又出院了 母亲许久未说话 我也许久未说话 到办公室去睡觉之前 我低声为母亲 妈,给你订哪天的火车票? 母亲说 越早越好 越早越好 我不早早回去 你四弟又不能上班了 母亲非明更是对她自己说的 我求人给母亲买到了两天后的火车票 走的时候 母亲盯住我 别忘了把那瓶欢油和那卷药布给我带上 我说,妈,你的烫伤还没好 母亲说,好了 我说,好了还用带 母亲说,就快好了 妈,我得看看 母亲说,别看了 我坚持要看 母亲只好解开了衣巾 母亲干瘪的胸脯上 有一大片未浴的烫伤的溃面 我的心疼得抽搐了 我不忍直视 转过脸说 妈,我不能让你这样走 母亲说 你也得为你四弟的难处想一想啊 母亲还是走了 带着一身烫伤 失落了她的假牙 留下的是母亲的临时挂号证 上面草率的字 写着眼科医生的诊断 已无手术价值 今年吹记 大舅患癌症去世了 早在1964年 老舅已经去世 母亲的家族 如今只活着母亲一个女人 老儿多病 如同一段枯袖的树根 且仍担负着一位老母亲 对子女们的种种的责任感 那将是母亲致死 也无法摆脱的 我想 我一定要在母亲悲痛的时候 回到母亲身旁去 我想 如果我不去 就简直太会淡了 于是我回到了哈尔滨 母亲更瘦 更老 更憔悴了 真正的就好似 鸡雕一样 母亲面容上 仿佛并无悲痛 那一副默默然的神态 令我内心酸楚 母亲其实也没有了 丝毫能力 担负她的责任和使命了 母亲好比是一只老猫 命在旦夕 只有关注着她的亲人 和儿女妹 然后从这个世界上 平平常常地死去 母亲她苍老的生命 大概已经完全丧失了 体现她内心悲痛 和怜悯之情的活力了吧 在四弟的家里 只有我和母亲 两个人的时候 母亲强打起她最后的嘴言 语调缓慢地对我说 听着 妈和你爸 从来没有指望 你当什么作家 你既然已经试了 就要好好地当 妈和你爸 都这么大年纪了 别在我没活的时候 跟我没丢脸 那一时刻 我真想跟母亲跪下 告诉母亲 我会永远记住她的话 母亲对我一无他求 不会干别的才写小说 这一句话 恰恰应了我的情况 在这大千世界上 我已别无选择 没有退路 母亲 放心吧 我记住了你的话 一辈子 若有人为我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 将我的老母亲 老父亲 接到我的身边来 让我为他们尽一点 全权人子的孝心 然而我知道 这愿望几乎等于是一种幻想 一个泡影 在我的老母亲和老父亲 活着的时候 大致是可以这样认为的 我最最忠心地虔诚地 感激哈尔滨市政府 为我的老父亲和老母亲 解决了晚年 老幼所居的位体 使他们还能和我的四弟 住在一起 若无这一A德降临 在我家原先 那被四个家庭 三代人 和一个精神病患者 非居的26平方米的 低矮残破的生存空间 我的老母亲 老父亲 岂不是只有被挤到 天棚上去住吗 像两只野猫一样 而父亲作为 我妹共和国的 第一代建筑工人 为我妹的共和国 付出了三十余年的 汗水和力气 我的哈尔滨 我的母亲称 谁为一个作家 我却没有 也不能够 为你做些什么 实际的贡献 这一内疚 是为我终生的惭愧 对于那些 读了我的小说 溃疡 给我写来由衷的来信 愿真诚地 将她妹的住房 让出一间半间 暂借我老母亲 老父亲 七身的人妹 我也永远地对你们 怀着深深的感激 这类事情的 重要的意义是 表明着我妹的生活中 毕竟还垂在着善良 我妹北影一栋 新楼拔地而起 飞房条例规定 付出以上干部 可加八分 得一次全国奖制艺术人员 可加两分 我只得过 三次全国中短篇小说奖 填表前 向维学部参加 飞房小组的同志核实 她妹同情地说 那是指毛队为学奖 普通的全国奖不算 我自催得过三次普通的 全国中短篇奖 已属于为谈幸运儿 从不敢做得 三次毛队为学奖的美梦 而命运之谁 即便偏心地 只拥抱我一个人一霸 三次毛队为学奖之总非 也还是比一个副处长少了两分 而我们共和国的副处长 该是作家人数的几百倍呀 母亲和 你也要好好地活着呀 你可要等啊 你千万要等啊 求求你 母亲 母亲呀 在你那忧愁 凝聚满了苦涩的内心里 除了希望您的儿子 好好地当一个作家 就真的在别无所求了吗 隐语还是停歇了 寿夜是静止了 这一个孤独的日子 我想念我的母亲 有三只眼睛隔窗瞅我 都是那杨树的眼睛 愣愣地呆呆地瞅着我 瞅着想念母亲的我 林家的孩子 在唱一首流行的歌 杨树杨树生生不息的杨树 就像妈妈一样 谁说赤条条 无牵挂 有我的老母亲 联想到千千万万的 几乎一整代人的母亲中 那些平凡的 甚至可以认为是平庸的 在社会最底层 喘息着苍老的女人 对于她们的儿女 该都是些高贵的母亲吧 一个个写来 都是些充满了苦涩的 微心和尖水之精神的故事吧 我知乔染是位新作 娘 遥远地 我像山东汉子一样 呼喊你一声 你可听得到 好了 梁小生的母亲 就为大家全部分享完了 感谢你的收听 不吝点赞 订阅